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含有大量的披霜 这就耐人寻味了 在慈禧太后执掌生涯中 中国沦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还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 将大清推向灵亡 也开启了近代中国的驱逐史 他对中国的影响颇大 哀怡 巨头二 吕智吕智 汉高祖刘邦的大老婆 袁佩 手段残忍无比 刘邦逝去后 他成为真正的皇太后 多年怨恨的机位 如今权力在手 更是毫无顾忌了 为了泄汉 吕智将妻夫人做成人质 此外 还具有极重的控制心理 譬如儿子的婚姻 和巩固自己的权力等 都可以看出 因此 吕智的儿子忧郁而死 赤意开启了吕智的掌权 领仇 成为中国太后专制第一人 他所做出一些措施 为汉朝百年奠定了基础 七 巨头三 武则天武则天 被史上唯一女皇帝 历来对他的评价各有千秋 而他本人只留下一块无自卑 也让人深思 唐朝 无疑是一个男性主权的封建社会 武则天登基称帝 其魄力无人能及 从唐太宗的才人 到唐高宗的皇后 这也是绝了 武则天称帝后 对治国贡献波达 令国家常治久安 为后代繁华昌盛 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其锐质和胆识超出常人之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